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一定不敢相信 在19世纪你会说我是一个大说谎家 根据IMF最新的报告 印度超越了英国 飙升成全球第五大经济体 事实上从去年第四季 它就已经超越了英国 成为全球第五大的经济体的总量 当时还以为是一时的 结果到了今年第一季 印度再扩大它的领先幅度 IMF正式宣布 这个前东印度公司 主要的殖民地的印度 正是超越了它的殖民母国的英国 成为全球取代它 成为第五大经济体 而英镑对卢比的表现 越来越逊色 今年已经贬值了8% 印度今年的经济成长率 是全球可能最高的国家之一 高达了7% 这里头当然是欧乌战争 所造成的通货膨胀 还有英国脱欧给自己带来的影响 如果来谈整个欧洲 我们刚刚谈到了欧元 跟德国的衰退问题 目前为止 他们要解决问题就是能源 那么狼狈到什么程度 狼狈到法国 要去找它的前殖民地 阿尔及利亚 希望能够找到天然气 而德国一度动脑筋 要去奈及利亚 因为它是第十大世界石油出口国 就一到了那里才发现 那里虽然产了很多油 结果它的油管 因为治安太差 而且当地有很多属于 很像土匪 还是民兵一样的组织 会从中偷走的油 根本就不保险 最近德国跟加拿大 亲临了氢能 但是那是很未来的一个情况 这些国家现在都深陷 没有能源的一个窘境 曾被德国明镜周刊 形容为无聊的话声 讲话总被批评 语气单调 令人难以聚焦 绰号是机器人的 德国总理萧姿 在8月21日 首次正式访问加拿大时 展现了一个德国人 从来没有见过的 热情讨喜的萧姿 之前的旅程中 有人说 Canada has everything Russia has also got but the much better investment climate and is a democracy you were the guy well I couldn't agree more Canada is a reliable companion as Germany is moving away from Russian energy at warp speed Canada is our partner of choice there needs to be a business case it needs to make sense for Germany to be receiving LNG directly from the East Coast those are discussions that are ongoing right now between our ministers between various companies to see if indeed it makes sense 对于萧姿 毫无保留地压保加拿大 以盟友和伙伴相撑时 杜鲁多的回应 似乎淡定很多 What lies ahead is nothing less than the biggest transformation of our economy infrastructure and mobility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Germany has decided to become climate neutral by 2045 When it comes to clean energy Canada means business The Canadian side seems pretty reserved when it comes to delivering this liquefied natural gas Why is it? Is some debate in Canada about whether the costs of constructing such a pipeline are justified given that this would essentially be a transitional project because Canada is very determined to move away from fossil fuels toward net zero Therefore questions about whether the investment costs can be recouped And that's why Canada itself has been stressing that it's interested in doing some hydrogen diplomacy but not necessarily LNG 因為大部分加拿大的 天然氣位於西岸 而其中不乏進行水力 壓裂的燃炎 而且還需要建造 一條天然氣管道 才能運往 大西洋的東岸 這絕不可能 為德國今年冬天 迫在眉睫的天然氣短缺 提供解決方案 恐怕也難為下一個冬天 提供天然氣 因为加拿大的基础设施尚未到位 面对加拿大国内对于开发液源器 以及从西岸到东岸天然气管的争论 加拿大真正希望与德国结合的是氢能联盟 除此之外 加拿大拥有大量的锂、菇和液矿 双方还有其他的合作空间 原水救不了近火 即使德国今年冬天不可能指望加拿大的天然气 但是双方所启动的多项合作计划 似乎呼应了拜登今年6月初所提出的 打造一个具有弹性的民主供应链 分散关键产业的风险 以避免受到极权国家的牵制 Emmanuel Macron 有意修补自从阿尔吉利亚独立以来 两国之间竞争的外交关系 与简不断理还乱的前殖民地情节 但是在温情和解的外交场面化之后 马克宏造访阿尔吉利亚的真正原因 毫无悬念 也是为了天然气 阿尔吉利亚拥有丰富的天然气资源 提供了全欧洲11% 高达24000亿立方米的天然气需求 自从欧洲战争爆发以来 阿尔吉利亚一席之间 越深成为欧洲特殊的天然气潜力 产生成为欧洲特殊的天然气潜力 产生成为阿尔吉利亚在欧洲最大的天然气市场 其次是西班牙 2021年 法国有36%的天然气来自挪威 17%来自俄罗斯 8%来自阿尔吉利亚 而事实上 法国的能源供应正面临了一个尴尬的情况 在这末年 预测力量的预测力量 1000亿的MWh 今天是只有85亿 一年 同时 整个电脑的预测力量 在这一刻 整个电脑的预测力量 十分有限 短期内无法解决欧洲的供应困难 雪上加霜的是 俄罗斯天然气公司宣布 将从9月1日星期四开始 完全暂停向法国能源集团供器 理由是尚未收到所有法国 应在7月份交付的天然气款项 战略性储量指的是万一天然气供应中断 根据冬天寒冷的程度 各国可以支撑大约四到八星期的所需储量 毫无疑问 今年冬天将会是欧洲的压力测试 无论是主动出击的消资 还是放软身段的马克宏 都是为了争取更多的天然气 但无论是来自加拿大 还是阿尔及利亚的一台天然气 LNG油轮运输甲烷排放的污染 都远远超过天然气管的碳足迹 即使如此 至于德国的加拿大天然气 至于法国的阿尔及利亚天然气 目前都还是至上谈兵 在等待高污染的LNG油轮靠岸之前 德法皆以双双重启煤炭火力发电 这是欧洲今年一切都不确定的冬天里 唯一的肯定 先刘霉 Hope Youondane 拜员